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时数的我们前面已经讲了两个性质 一个是代数的 一个是序的 排序的 现在我要讨论的就是第三个性质 这个性质 原来当然也是蛮多东西的 但是我们就有点省略掉它 就是这个所谓的数学归纳法 数学归纳法 Principle of Mathematical Induction 大家在高中里边当然会听过这个所谓的Induction 数学归纳法 它说什么呢 它说实际上呢它是要拟清这个时数 跟这个所谓的自然数集合的一个关系 就是说如果这个时数有一个子集T 它能满足就是一是在这个集合里边 然后呢如果某一个K在这个集合里边 则K加1也在集合里边 这个K是什么 这个K当然是某一个时数 不见得一定是整数 那但是你因为知道1是在这个集合里边 所以你同这个呢 你叫2也在集合里边 3也在集合里边 4也在集合里边 如此类推 但是是不是所有都在集合里边 事实上这里有一点点的空隙的 你要想一想这个逻辑上呢 是有一点点的跳跃在里边的 我知道如果我10是在里边 11也在里边 12也在里边 100也在里边 1000也在里边 10000也在里边 那但是后面还有很多数啊 你现在要所有 所有的自然数集合都在里边 这里有一点点的跳跃在里边的 那我们看成 但是我们就接受了 就是说这个十数呢 就是有这个有这个性质 意思就是说 事实归纳法呢 我们常用的一个 所谓的证明手法呢 它是对的 在这个假设底下 我们就可以做一些事情 那比如说做什么呢 我们做就是 如果是两个整数相加 它们一定是整数 这个就是说我们来去去 利用这样子一个性质呢 来将十数跟整数 甚至是说自然数的那个关系 给它搞得清楚 那两个整数相乘也是整数 之类之类的一些问题 这个是可以利用这个数学规纳法呢 跟前面的那些 fuel property跟那个order的property呢 给它说明的 那但是这里呢 我不啰嗦了 因为这些大家已经太熟了 那我不花时间在这里 倒是一个新的一个性质呢 是值得花时间在里边 这个呢 以前我们都不察觉它 大概我们也知道是对的 但是呢 没有察觉 一直到就是说我们在 微积分的整个过程里边呢 发觉呢 某一些定理呢 正不下去 就是要有一些特别的性质出来 那这个性质呢 就是所谓的这个完备性功力 简单来说就是说 我们十数线呢 是结结实实的 它没有空隙的 这个十线是结结实实的 它不会说中间有一个洞 这个洞不是十数 它是 每一个点呢 都是代表一个十数 是这个样子 绵绵密密的 那 好 怎么样叙述这个完备性功力 首先呢 我们要说 一个十数的一个子集 我们考虑的都是非空的子集 那我们说 它是有 upper bound 上界 M 如果呢 A 所有的元素 for all 所有的元素 都比M 来的小 小于等于 都小于等于M 那它就是有上界 那这句话呢 它有上界的话 代表就是说 A是所谓的 bounded above 那这个 中文字上都是有上界 那英文呢 就 讲法是不一样的 那这个 这个书语 是 等价的 没有两样 那 当然呢 你有一个上界 就表示说 你有 无穷的上界了 为什么 因为你有M以后 M加1 M加2 M加3 所有的 都是 都是上界 对不对 那 如此类推 所以呢 这个是上界的一个定义 那 这个就是complinence axiom CA 这个是我的说写 complinence axiom 它是说 如果我的A也是飞空的 一个飞空的 R的一个飞空子集 如果它有上界的话 它就有一个最小的上界 least upper bound least upper bound 那缩写呢 就是L U B 什么叫做least upper bound 这个当然要定义 至少是顾名思义了 就是 这个least upper bound r1 that is 存在一个m0 它是实数来的 当我们说它有upper bound的时候 这个m呢 都是在r里边的 这些bound呢 我们都在 都在 我们不会说无穷是它的upper bound 这个 这个 我们不会这样子说的 都是实数 那就是 它有least upper bound的意思就是说 存在一个m0 在r里边 使得 第一个 它是一个upper bound 意思就是说 对于所有的a 在a里边 a要小于等于m0 这个m0是一个upper bound 这个m0是一个upper bound 那第二个 它是所有upper bound之中最小的 所有的上界之中最小的 least 那最小 那这个怎么叙述 那也很简单 就是说如果m也是upper bound 则 我的m0呢 一定要比m来的小 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 它就是最小的 所以 这个就是completeness axiom的 这个所谓的命题 我先看看就是说 这个集合是 是 是 这个 这个是什么意思 那你的那个 图样上就是说 你的a啊 不见得是 一个线段的 它可能是一堆点 它是实数的一个子集 那这堆点呢 有没有最大点呢 我不确定 那但是呢 我只知道呢 就是说 它 所谓的 有一个上界 它有一个上界 它有一个上界 那这个上界 往左推 我尽量小一点 有没有可能有小一点的上界 有小一点的上界 有小一点的上界 那在某一个地方呢 它停下来 那我们就保证 它有一个最小的上界 是这样子 我当然呢 我可以再给一些具体的例子 比如说 我的a 是等于 123 这个最小上界 这个事情呢 最主要就是说 我要找集合里边的 最大元素 事实上 那个目的是这个样子 那如果你有最大元素的话 你当然是最小上界 那 比如说 你只是123的话 我当然知道 就是说 你的那个upper bound this upper bound 最等于3 为什么 因为 它当然是比123要来的大 大于等于 可以相等的 那然后 所有的数 是它的upper bound的话 都要比3 3竟然在这个集合里边 所有的数 比三大的 比 是它的上界的话 都要比3大 所以呢 第二个条件 当然也 也满足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 清楚的 那 第二个例子 你如果是a 是一个线段 比如说01 我们那个litzupper bound 也是很清楚 反正你在里边的话 当然就是等于1 那我想这个 我不需要多说了 但是 如果你是开区间 怎么办 你的最大值 没有 你根本就没有最大值 那这里呢 只要很小心的去处理了 那你有没有litzupper bound 事实上 你有上界 1234 都是你的上界 对不对 有没有最小的 有没有最小的上界 这个还是会有 对不对 这个还是会有 就是 1 这个数 1 刚好 比这些东西都大 比这些数都大 对不对 比这些数都大 那 其他的 比他们大的 都要大于等于1 那那个怎么证呢 那如果要证 那如果要证明 也是烦的 也是烦的 不要以为很简单 那这个等于会呢 需要一些工作了 那我们等于会就来 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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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来说明这个事情 那不只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我们这些最大值 事实上有一个功能 这个可能大家会看的 没有很多机会看 就是这个完备性功力呢 事实上是 说明了 这个 五里数的存在 那 譬如说 我现在要求就是 我的A呢 是所有的X 在R里边 使得X平方 是小于2 是这样的 所以是一个 它 你可以看成是一个 是一个区间 而这个区间的边界是什么 这个区间的边界呢 事实上 就是我们有名的 五里数 更二 对不对 那更二 在这里呢 我们就说 更二是一个十数 更二是一个十数 当然更二 不是一个有理数 所以它是一个五里数 我们一定有一个数 是 我再说一遍 我们 完备性功力 可以说明 这里呢 我不多说 但是我简单来说 完备性功力 是说明 这个集合 有上界 我再说一遍 这个集合 可以证明它有上界 完备性功力 只是说 它的上界呢 它的最小上界 必然存在 必然存在 而 这个最小上界 所谓存在的意思 就是说 它是一个十数 它是一个十数 所以 从这个集合来看 我们知道更二 是一个十数 是这样子 那我看成是一个 fact 这样子来看 那这里呢 这是可以证明的 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可以证明的 但是呢 要花一些时间 更二是一个real number 这是我看成份 那那个是 又在 需要多一些时间 去来说明的了 我反而呢 是将 这个时间呢 花在 就是说明这些 比较基本的东西 那 那个比较 比较重要 我们来说明 就是说 01开局间 的 Lisabeth Bond 就是等于1 怎么说明呢 是这样子的 就是 这个1跟2呢 我们第一个呢 就是 我们当然可以给一个 给一个 Lemma Lemma 1.2 这个 M0 In R Is Leap's Upper Bound of A 弱且为弱 E 就是 M0 是一个upper bound BD 意思就是说 它是bound 那这句话 跟这个1跟 这个1 没有什么差异 就是定义就是这个样子嘛 它M0 是upper bound 这个定义就是 就是这个意思嘛 所以 两句话没有差 是2 会有差 那Lis Upper Bound 顾名思义 就是 上界之中 最小的那个 那现在呢 我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它 它是最小的上界 所以呢 它再小一点点的话呢 就不是上界 好 这个一点点 就是 我们 在前面Lemma 1.1 所说的 这个一点点怎么表示 我们就用一个符号 就是Epsilon 小一点点 我给它任意 那这个M0 我扣掉一点点 只有boost upper bound 什么叫做boost upper bound 什么叫做boost upper bound upper bound 就是 就是这个样子 那这个命题如果不成立 是什么意思 就不是所有的A都小于M了 就有一个A 比M大 对不对 所以 是怎么样子 就是 我小一点点 我考虑M-Epsilon 我就存在一个A 使得 A要大 St 是Such that 我有讲过吗 Such that 那这句话就是 就是 二的 一个 改写 好 就是 随便 小一点点的话 就不是阿波邦 意思就是说 有一个 A会有一个元素 比较大 所以呢 那 就 那句话呢 就是不成立 是这个意思 这个要说明 也 不难 那整个主体就是 这个2跟2'的差异 2跟2'的差异 那 主跟我们刚才所说 都是用否定的 这个 假设它不对 假设它不对 意思就是 这句话不对是什么意思 就是 存在 就是 suppose not 假设 假设 这个2'是不对的 那 我们就 那这些逻辑的东西 就是存在某一个ε大于0 我叫做ε0吧 那 你随便一个A 这句话都不对 是不是 这里说你找到一个A嘛 我现在找不到 找不到就是 for all A 在A里面 这句话都不对 A小于等于 m-ε0 如果 这个2'是不对的话呢 那就是说 这个命题就要成立 那就麻烦了 为什么 因为 这样子就表示说 m-ε0 m-0 就是一个upper band 可是 2'是说 任何upper band 都要比m-0大 那就不对了 所以呢 这样子的话呢 就是说 m-ε0 对不起 这个是m0 这个是m0来的 这是m0-ε0 是一个upper band 而且呢 而且呢 它是小于m0 那就矛盾 跟2是矛盾的 它是upper band 中最小的那个 所以如果2'是不对的话呢 2是不对 所以现在2对嘛 所以2'就要对 是这个意思 反回来 2' imply 这个2 做法是 类似的 假设我的 这句话2是不对 那就是 有一个upper band 比m0小 是这样子 那你就发觉 就是说 这个2'呢 也不会成立 就是假设 这个2也不成立 那我就存在一个 m是upper band of a 然后呢 m呢 是比m0小 那你大概知道要做什么了 那所以我令呢 这个ε 就等于m0-m 那这个是一个正数 这个是一个正数 我就得出呢 就是说 这个m0-ε 是什么东西 就是 事实上就是等于m0扣掉这个 那m0扣掉 这个m0加m 是等于m 好 所以 这个m0-ε 正好就是m 而那个呢 当然是 这个m是upper band 所以这句话是对的 那就跟这个2'呢 就抵触了 好 我们发觉就是说 有一个ε 它是upper band来的 跟这个2' 所讲的就是说 m0小一点点的话呢 扣掉ε 就不会是upper band 这个事情呢 是有抵触的 那 所以呢 这个就是矛盾 这个2' 既然 2'是成立的 所以呢 这里呢 就是有矛盾 那矛盾的源头是在哪里 就是你假设2不成立 因此呢 如果2'成立 2就一定要成立 是这个样子 那 我想这里就不用写了 就是 这个2一定要成立 好不好 那 所以 我们是用这个认知 我们是用这个认知 来去讨论 A是 这个0-1区间 开区间呢 确实就是有一个 upper band 是等于1 那 而且呢 就是 这个upper band 呢 我们会有 一个符号来代表它 就是叫做 supremum 这是以下我的命题 我的命题呢 我要说明就是 A等于01开区间 这个supremum A 就是等于1 这个supremum呢 全写是这个样子的 supremum 那这个是一个 拉丁文来的 那事实上supremum 就是表示说 它是 它是 就是 事实上有一个最大字 有一个 有一个 比较优越的 那个意思 那现在呢 我们数学上呢 就是用它的符号 而且是一个 非常常用的符号 sup 就是说明了 就是 这个 A呢 就是 那个 最小上见 就是等于1 那这个事实上 利用2'这个想法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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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单了 那为什么 1 当然是最小上见 因为它小一点点 就不是上见 它小一点点 就不是上见 对不对 那 我们先休息 然后呢 回来就是给它 我们写几行 就可以讲这个东西 讲得非常清楚